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古池无法与布鲁内洛、库奇内利和爱马仕相媲美 中国正在推出具有导弹能力的新型潜艇 随着雷克特公司的业绩抵消了矿业的提振 富时100指数下滑 香港将于2024年引入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截至9月底 印度尼西亚预算盈余收窄 请大家收看 古池无法与布鲁内洛、库奇内利和爱马仕相媲美 彭博社 Gucci的母公司开云集团Pering报告称 第三季度销售额下降了9% 这一结果比预期更糟糕 该公司正试图将目标转向超级富豪的1% 而不是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 Gucci的新首席设计师Sabato De Sarno的观点 将对开云集团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正试图使该品牌更具吸引力 以吸引年长的高端客户 Gucci第三季度的有机销售额下降了7% 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中国正在推出具有导弹能力的新型潜艇 日本时报 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据报道已经发射了其首艘核动力导弹潜艇 这种被称为093B型导弹潜艇的潜艇 使中国有能力进行陆地和海上攻击 这在此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舰艇才能做到 这是首次确认最近几个月 在中国船厂看到的改装潜艇确实是093B型潜艇 2022年5月的卫星图像显示 在中国东北部的葫芦岛船厂出现了一种新型或升级型的潜艇 随着雷克特公司的业绩抵消了矿业的提振 富时100指数下滑 路透社周三 富时100指数下跌了0.2% 因为英国利杰石公司股价下跌 抵消了工业矿业股的上涨 利杰石公司报告的季度销售低于预期 导致其股价下跌了2.7% 与此同时 受中国刺激措施推动 工业金属矿商股上涨了0.8% 因同价上涨 老埃德银行集团报告的第三季度利润符合预期 导致其股价下跌了1.7% 重量级石油和天然气股票也下跌了0.4% 因担心欧洲需求放缓 香港将于2024年引入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半岛电视台 香港领导人李家超宣布 中国特区将在2024年引入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这是继北京实施其自己的立法四年后的举措 该立法因破坏自由而受到批评 中国的这项法律是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后实施的 它将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等行为定为重罪 可判处无期徒刑 李家超表示 政府正在推进安全立法选项 并将在2024年完成立法工作 北京的安全法导致亲领主政治家和活动人士流亡 批评性媒体机构关闭 并对香港的政治体系进行了改革 截至9月底 印度尼西亚预算盈余收窄 路透社 截至9月份 印度尼西亚的预算盈余缩小至677万亿印尼顿42.7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2% 而8月底的盈余为147.2万亿印尼顿 然而数据显示 尽管出口下降和全球贸易疲软 政府的收入仍然保持稳定 截至第三季度的全年总收入 占全年目标的近83% 中国禁止从比利时和荷兰进口返除动物 因为蓝蛇病 路透社 根据中国海关的两份声明 中国已经禁止从比利时和荷兰进口返除动物和产品 原因是爆发了蓝蛇病 香港是一家需要约翰 李明确愿景的巨型企业 南华早报 香港需要一个明确的愿景和总体规划 以确保更加光明的未来 记者维甲一 维尔吉斯认为 香港需要团结起来 弥合意识形态的分歧 并且应该专注于其国际特色 和作为可信赖的中间人的角色 而不仅仅是模仿中国大陆 他还建议 香港必须提升和支持英语在教育 商业和政府中的使用 以保持其全球接口 首次宣布 碧桂园违约美元债券 彭博新闻 路透社 据彭博社引述的通知称 中国开发商碧桂园控股 首次被宣布违约美元债券 该开发商未能在上周结束的 宽限期内支付债券利息 构成了违约事件 中国愿意提供有关 波罗的海管道调查的必要信息 路透社 中国已表示愿意 与对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损坏事件 展开调查合作 据信 这次损坏是由一艘船拖着毛 在海底划过造成的 芬兰警方正在调查一艘中国集装箱船 是否设计其中 美国下令立即停止向中国出口部分人工智能芯片 英伟达表示 卫报 美国已加快了芯片设计公司 NVIDIA对其高端人工智能 AI芯片出口到中国的新限制的截止日期 该公司没有透露加快时间的原因 但它预计对其收益不会立即产生影响 拜登政府于10月宣布的限制 旨在阻止中国 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 获得先进的AI芯片 此举影响了NVIDIA的A800和H800芯片 以及A100 H100和L40S芯片 恒大未按要求时间提交法庭文件消息来源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 据称未能在下周一预定的清盘听证会前 向香港法院提交辩护文件 法院曾要求恒大在上周中旬前提交新文件 但目前尚不清楚 该公司是否会提交文件或请求再次延期 未能展示出重组计划进展 可能会增加清盘令的可能性 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 于2021年底违约其离岸债务 并一直在推进317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 国际电器在日本五年来最大的IPO中上涨32% 金融时报 日本芯片设备制造商国际电器公司的股票 在东京股市上市首日大涨32% 使该公司市值达到36亿美元 成为日本五年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这次IPO募集了1080亿日元 9.31亿美元 使私募股权公司KKR将其在国际电器公司的持股比例 从73.2%降至47.6% 国际电器公司再将薄膜沉积在硅片上的机器方面 占有重要市场份额 这些机器用于制造芯片的电子电路 这次IPO是在日本IPO市场复苏和外国投资者兴趣增加的背景下进行的 中国表示对苹果供应商富士康的调查是正常执法 南华早报 中国将对苹果的主要合同制造商富士康的调查描述为例行警务事项 北京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 调查符合法律法规 台湾企业应在促进两岸和平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政府很少解释其监管机构的行动 这导致人们猜测富士康调查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上个月辞去了公司董事会职务 他正在竞选台湾总统 青岛小编视频引发韩国对中国制造食品安全的担忧 南华早报 韩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食品产品的质量控制和卫生标准表示担忧 这是因为一段病毒视频流传开来 视频中一名工人在青岛啤酒厂要尿到一个被认为装有原料的罐子里 这一事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食品和饮料安全的担忧 之前的事件如2008年的奶粉丑闻也加剧了消费者的焦虑 根据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的数据 与不适当的食品进口相关的案例中 中国产品占了33.2% 嘉年华邮轮因早期疫情期间662名乘客感染新冠病毒而被判疏忽 美联社 邮轮运营商嘉年华被澳大利亚首次大规模COVID-19疫情爆发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乘客提起的集体诉讼中被判疏忽 案件中的法官表示 嘉年华在2020年3月红宝石公主号离开悉尼之前未能筛查出有传染性的个体 并且该公司未能解释为何在2020年3月9日红宝石公主号离港后的第二天即3月10日允许该航次继续进行 但却为全球所有从2020年3月9日起出发的邮轮提供免费取消 嘉年华表示正在考虑判决结果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十年新高 因为有关日本银行调整的猜测 路透社 周三 日本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触及0.865% 创下十年新高 此前有传言称 日本银行BOJ可能会提高其基准收益率上限 全球利率最近的激增增加了 BOJ在下周的政策会议上提高十年期债券收益率上限的压力 BOJ一直在进行非计划债券购买操作 以控制收益率 但有报道称 现任政府正在考虑提高上限 以便BOJ可以减少债券购买金额 香港削减房地产印花税 以振兴陷入困境的经济 金融时报 香港政府宣布向新生儿父母 发放2.2万港元2556美元的补贴 并降低房屋销售的印花税 以振兴该地区陷入困境的经济 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仅增长1.5% 而房价连续四个月下跌 房地产和土地销售交易也放缓 在过去两年中 该地区还出现了大量外国工人和居民的离去 香港拥有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并记录了超过14万名劳动力成员的离去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在中国税务调查的影响下 低调参与台湾选举 路透社 郭台铭 富士康的创始人和苹果的主要供应商 是台湾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 郭台铭已经退出了富士康的经营 但有传言称他正在接受税务逃漏调查 中国的《环球时报》暗示这次调查与郭台铭的总统竞选有关 因为他的成功将分裂反对派选票 有利于中国声称是分裂主义者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郭台铭将自己定位为台湾的首席执行官 并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归咎于民进党对北京的敌意 亚航母公司计划通过债务和股权筹集超过10亿美元资金 FT 路透社 据报道 亚航母公司Capital A Bearhead计划通过一家空白支票公司 筹集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和股权 并上市其部分业务 Capital A首席执行官托尼·菲尔南德斯 已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Ethereum Acquisition达成协议 并计划明年通过该公司上市多个业务 其中包括一个新业务将亚航品牌扩展到寻求在发展中国家 开展航空公司特许经营的企业 此举是因为Capital A正在评估筹资选择 计划在亚洲旅行限制的影响下进行美国上市 卡塔尔是加沙人质命运悬而未决的关键中间人 南华早报 卡塔尔已成为200多名由哈马斯基金分子扣押的人质命运的关键中介 卡塔尔与被西方视为基金组织的人有关系 同时试图保持与美国的密集安全关系 根据过去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 卡塔尔支付了加沙地带公务员的工资 并直接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转账 卡塔尔还在多哈设有哈马斯的政治办公室已有十多年 驻扎在那里的官员 包括哈马斯流亡成员哈利德、马沙尔 他在1997年的一次以色列暗杀未遂中幸存下来 这次事件几乎破坏了约旦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 还有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美国于2003年对马沙尔实施制裁 称他负责监督暗杀行动、爆炸和杀害以色列定居者 华盛顿于2018年对哈尼亚实施制裁 称他与哈马斯的军事亦有密切联系 并支持武装斗争 包括针对平民的斗争 中国采取罕见措施 表明对经济严重放缓零容忍 彭博社 中国将其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推出了一项主权债务计划 标志着其传统增长模式的转变 习近平主席还对央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访问 据彭博经济学称 这一次击措施预计将使中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提高0.1个百分点 并在2024年提高0.5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大卫曲表示 这一举措可能是北京方面采取措施帮助面临刺激限制的地方政府的信号 中国批准了1.39万亿美元的新债券 以加强经济复苏 日经亚洲 中国已批准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和1390亿美元的新债券 这是多年来的首次预算修订 此举是中国在经济复苏迹象有限的情况下 试图提振信心 额外的资金将用于灾区重建和防洪工作 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和土地销售收入的下降 分析师表示 这一刺激措施可能旨在提振乐观情绪 而不是重建工作 尽管基础设施支出增加 但中国经济增长在7月至9月期间放缓至4.9% 而上一季度为6.3% 房地产危机损害了信心 82岁的韩国男子因吃活章鱼而窒息 导致心脏病发作 CNN 一名82岁的韩国男子因吃活章鱼而窒息 导致心脏病发作 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享用一种名为三角鱼的当地美食 这种美食由新鲜切割的章鱼触手制成 触手仍在蠕动 三角鱼通常配以芝麻油、芝麻和有石浆 口感有嚼劲 虽然在上菜前会将章鱼杀死 但它的触手非常新鲜 神经仍然活跃 使它们看起来活着 过去曾有时刻因吃活章鱼而窒息或窒息的案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从国际时尚品牌股池的销售下滑 到中国推出新型潜艇 再到香港引入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和政治的新闻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深入分析 首先 古池的销售额下降了9% 这是一个比预期更糟糕的结果 这反映了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衰退 以及品牌吸引力的下降 古池的新首席设计师 正试图使品牌更具吸引力 吸引年长的高端客户 然而 这需要时间和努力 我们期待看到未来的改变 其次 中国推出了具有导弹能力的新型潜艇 这表明中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发展 和实力的增强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使中国有能力进行陆地和海上攻击 这在过去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舰艇才能做到 这对于中国的国防和地区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 香港将在2024年 引入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这是中国继北京实施立法后的一个举措 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然而 这一举措受到了批评 认为它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 这引发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和对香港的影响的担忧 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新闻 如印度尼西亚的预算盈余收窄 中国对比利时和荷兰进口返除动物的禁令 以及香港削减房地产印花税等 这些都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重要动态 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事件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变化 我们需要关注各种不同的问题 包括经济 政治 安全等 以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运作和变化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讨论这些重要的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